再有白宮人員確診新型肺炎 最新確診的包括住房和城市發展部長卡森 總統顧問博西和政治事務主任傑克 三人都在參加白宮選舉夜的活動後確診 同場的白宮幕僚長梅多斯早前也確診 當晚參加的人有幾百人,很多都沒有戴口罩 外界擔心會有新一個白宮群組 美國星期三新增超過14萬宗個案 再創單日新高 一天內死亡人數超過1400人 是至5月中以來最多